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把这个rich cream叫做了面霜 然后the cream叫做了乳液 其实如果你要根据名字硬翻译的话 其实它们都是属于面霜 但是因为它做成了这种压泵妆的设计 所以我就把它归类到了乳液篇 那这个品牌给我的一个惊喜是什么 就是它是德国的贵妇品牌 它价格不便宜 但是它居然不放香精 就是你们知道贵妇品牌有多爱放香精 特别是这种欧洲的贵妇品牌 总是做的那种香到死人的那种 而我本人是真的不喜欢有香味的护肤品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 现在想问一下大家 你觉得护肤有香味好还是没有香味好 那说回这两个产品 这两个产品它都是属于乳液之地的产品 但它的滋润度却完全不同 并且它的这个the cream滋润度本身已经不低 它的rich cream滋润度则是更高 先说这支清爽的吧 它清爽的挤出来是白色的乳液之地 抹开之后会有一点轻微的化水 然后等到完全干都之后 皮肤表面留下的是一个润润的感觉 其实给大多数皮肤的人来讲都是可以使用的 但它的rich cream这一支呢 则完全不一样 它挤出来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点分层 所以你在用的时候 记得用之前最好是摇一下 然后它这个分层的原因是因为 它是用了水包油的科技 如果你长时间不用放在那边它就会分层 那挤出来就很明显看到外面一层水 里面是油 所以如果你摇匀了用的时候挤出来 就不会有这个现象 那水包油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你在刚开始使用的时候 它的敷感是非常好 很水嫩很滑的 你完全摊开之后 你皮肤上面会有大面积的泛白 那个时候就是油脂开始吸出 等这个泛白完全挥发干透之后 你的皮肤表面其实是一层非常油润的表面残留的 所以对于干皮跟沙漠皮来讲 用这种滋润的乳液 它们是非常高兴的 所以这两只乳液 其实都是给中性皮以及干皮的朋友准备的 讲完了保湿滋润的乳液呢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一个大类 就是修复类的乳液 那修复类的乳液 其实它也分为了很多种 那根据我们不同的肤质诉求 其实它也出了很多不同的质地 你例如可能我们油皮用的话 就会选择褶犁型的乳液 那这一只就是褶犁型的乳液 它挤出来是那种白色的褶犁 抹开之后非常非常水 等它完全挥发干透 脸上像没有擦东西 就是我们油皮最喜欢的那种覆盖 但这些乳液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它有非常大的氨气的味道 说白了就是尿液的味道 就是它那个味道真的非常冲人 虽然它后续挥发干透之后 只会留下一个淡淡的脏脑的味道 但是刚上脸那一下实在让人有点难以接受 虽然我本人说我有鼻炎 我凝臭物香 但是当我真的用到这种氨气味道的产品 或者说我用过培里康的 那个臭鱼烂虾的护瓶的时候 我是真的有一点无法接受的 它产品其实是很好的 能够把使用感稍微改善一点 我觉得那会更好 另外一个折腻型的修复乳 就是这个日本品牌的TT 那这个修复乳 它挤出来是黄色的折腻质地 因为它非常水 所以它的管口其实设计成这个样子 我是非常不满意的 因为你这个很不好控制量 我轻轻一挤 它在口子上 它可能就弹回去了 就没有挤到东西 那我稍微用力就挤了超大一坨出来 我觉得挤超大一坨出来 也不是问题 但是它这个折腻是怎么样 它这个折腻大家可以看到它是黄色 但是你把它抹开之后非常水 它挥发之后 它不会完全干透 同时它会在皮肤表面留下一层黏黏的 油皮最怕黏 而且我想说 你不要把它做成这种折腻质地 好像你自己很清爽 后续却又给我这种很黏的肤感 我不喜欢 而且它有一个香味就是一个很重的酒的味道 它在用的时候就让我回到了 十几年前 Dice的美容大王里面推荐的红酒面膜 我就回到了那个年代被红酒面膜支配的恐惧 所以其实感觉自己已经有PTSD了 这一支我是真的不喜欢 另外一个我个人觉得还不错的 是韧的这一支日霜 它其实是属于有一定滋润度的乳液 然后它有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烟草的味道在里面 所以其实还蛮特别的 另外一个就是米贝尔的这一个舒缓修护霜 它其实挤出来是很有流动性的那种乳液质地 但是抹开之后它是非常水的 你等它完全干透之后 它会有一个黏黏的润感在你的脸上 它跟这一支不太一样 因为这一支抹开其实你会觉得它很滋润 但是抹开之后并没有那么滋润 但是米贝尔的这一支是你觉得它很清爽 但是抹开之后就发现它比较滋润 然后它有一个我个人觉得是那种淡淡的汽油的味道 还蛮特殊的 虽然我不怎么喜欢这个味道 但是我觉得这是很特殊的 难得在护品里面闻到这么特殊的味道 还有一个是贝欧利的乳液 它也是一个屏障修复的乳液 它是属于我挤出来 就告诉你我是有滋润度的乳液 所以这一支我觉得它比较明白 它不是前面那种那种褶离质地 然后抹在脸上又很黏 也不是这种很水的乳液之地 抹在脸上却有一定的润度 它就是你挤出来它就会告诉你 我是很有滋润度的一个乳液 而且它没有什么香味 这一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 还有一个是一拳的乳液 一拳的密集修复乳 它是属于很油的那一种 就是在你用A唇用到真的非常干燥 皮肤已经出现很刺痛很干燥 或者已经严重到有一点肿胀的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可以用的这种急救乳 因为它油分放的比较多 然后同时它也没有什么香味 以上这几支都是属于我在皮肤有很明显的问题的时候 使用的时候它不会加重你的皮肤负担的产品 同时也是很好的可以搭配A唇使用的产品 我给它简单粗糙的分一个类就是 这一支折离质地的乳液它是属于干爽 另外一支韧的这一支它是属于清爽 米贝尔的这一支它是属于水润 贝尔的这一支属于滋润 那一全的这一支属于油润 所以它是根据不同的滋润度 我给它们分了一个类 那么就根据你的肤质 你可以来选择你喜欢的产品 如果你是油皮 你只是最近皮肤比较不稳定 但是没有出现到那种刺痛 然后干燥缺水 需要很多油分来滋润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前两个产品 那如果你是那种沙漠皮 或者你本身已经用A唇 用到出现很明显的副作用 皮肤干燥 然后已经开始出现开裂之类的这种 那你就需要比较滋润油润的产品 就可以选择这两支 如果你只是日常使用 只是皮肤屏障不是很好 或者说你是皮肤比较敏感的肌肤的话 那么中间这三支都是比较好的选择 那讲完修复的乳液的话 就来到我们的抗氧化抗炎的乳液 这一类乳液是属于功效性比较强的乳液 那么在抗氧化抗炎里面其实 更需要这个功效的是我们油皮 所以我这边也拿了四支乳液 四支乳液的话有两支是干皮试用的 两支是油皮试用的 一支是Pure的这一支 Pure的这一支呢 它挤出来是那种橘粉色的质地 然后抹开之后非常水 完全挥发干豆之后 脸上像没有擦东西 所以我们油皮真的很喜欢这种乳液 同时我可以告诉大家 如果你是干皮 你把它买回来当成精华用 是完全可以的 它有很好的抗氧化抗炎的功效 特别是能够针对我们日常在城市里面 因为灰尘啊 或者是因为紫外线照射啊 皮肤产生的这种不适 然后灼热 红肿 它都有很好的功效 所以这一支 我觉得是油皮可以拿来当日间乳液 那干皮可以拿来当精华的一支很好的乳液 另外一支呢是龟一丝的 龟一丝的这一支乳液呢 它挤出来就是白色的褶离之地 抹开之后非常非常水 然后完全干透之后呢 它也是轻若无物 仿佛没有擦东西的那种 所以我们油皮很喜欢 但是它跟这一支有点不一样的是什么 它有轻微的控油的功效 所以我更建议油皮的朋友使用 那干皮如果你真的很喜欢 你在比较喜欢清爽肤感的机器的时候 你也是可以尝试的 而且这一支我觉得油皮完全可以把它当成精华来用 所以这一支性价比真的很高 另外两支 我个人觉得很适合干皮使用的呢 是最像的这支B5精华 它虽然叫做B5精华 它把B5印在这个地方是一个主打的成分 但是其实它是一个抗氧化加保湿加温和换肤的一支精华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保湿精华 那么这一支给干皮用就是再好不过了 因为它起出来这种稍微有一点点粘稠度的白色褶离质地 那你把它完全抹匀之后 它是非常非常水的 你等它完全干透之后 它在脸上是有一层黏黏的感觉的 那这个黏黏的肤感给油皮它是肯定不喜欢 但是给干皮的话它绝对会很爱 这个你用了它后续上妆 我觉得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还有一支也是贝欧利的 那这一支它跟Pure的这一支有一点像 它起出来是那种咖啡色的质地 颜色比较奇特 然后你完全抹匀之后把它删干之后 它挥发干透之后 其实它是有一层润感在你的皮肤表面的 它跟前面这两支不一样 前面这两支完全干透之后就是要没有擦东西 很舒服很干爽哑光的覆盖 但是这一支它完全干的时候 你摸上去皮肤是有一层润感的 是明显你有擦一点点东西的 所以其实这一支给油皮在晚上使用 给干皮在日间使用其实还蛮好的 上面这四支其实我个人都还蛮喜欢的 最后一个就是一支抗老的乳液 那讲到抗老的话我们就知道它里面肯定是有A唇 所以这一支其实就是韧的A唇外霜 那它这一支其实跟它绿色这一支是一个很好的搭配组合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因为它们两个在使用感上非常的相似 那韧的绿色的这一支乳霜呢 它是有烟草的味道 紫色的这一支呢 它刚挤出来之后其实是浓得有点发臭的味道 但是你把那个东西推开之后 你会闻到比较浓郁的花香 但是那个花香它也不会残留 它会挥散掉 所以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奇特的敷感体验 那我觉得如果你是初用A唇的人 你在刚接触A唇这个省份的时候 你肯定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一些副作用 例如干燥啊刺痛啊 那如果你已经碰到这个副作用了 你就赶快停掉紫色的这一支 换用绿色的这一支 如果你完全坚持到紫色这一支 可以完全耐收的时候 你就可以白天用绿色这一支 晚上用紫色这一支 这两支乳液都是给干皮的很好的一个选择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我总共给大家准备了13支乳液四大功效 如果你看完不记得哪个乳液是怎么样的了 你可以到公众号去看一下详细的文字版 如果觉得本期内容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一键三列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